可爱的黑色狗狗跟着小朋友一起上课 他们全是训练有素的导盲犬 儿童节前夕再度受邀拜访青海文理学院 陪伴小朋友度过不一样的儿童节 我们把导盲犬带入校园 让小朋友接触导盲犬 第一个可以让小朋友认识到 其实导盲犬并没有像他们想象中那么恐怖 顺便测试一下我们的导盲犬稳不稳定 青海这边的学生跟狗狗之间的互动 其实是很开心的 然后大家也都很欢迎贤惠这边的导盲犬的光临来这边 导盲犬的造访让小朋友上了难能可贵的一堂课 除此之外青海文理更为学生们 规划一系列的趣味活动 像是品尝现做的摇滚爆米花 认识英国拼图贴贴乐等等 颠覆一般人对补习班的课板印象 那这样子的体验其实对他们的学习很有帮助 不会让他们就只是只知道自己而不知道别人 而且这样子多元学习也可以培养他们 跟大家团体相处的能力 相对于儿童节儿童最大的口号 青海文理希望扭转一般孩子都是被给予的角色 透过多元活动去为课程 让他们懂得付出 拥有特别的生命体验 就像这一只只导盲犬一样 用超萌外表带给世界更多协助 我爱导盲犬 爱斯德迪采访报导